我不过突进你回忆 短暂交替 您是来接这位小姐的吗 我一会儿带她出来 好的 跟我回家啊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我太重了 好重啊 好了 赶紧回家 你休什么休 我没有休你 我是担心的 我是来带你回家的 我不回家 我先回家你就会提罚我 比我笔小客户 我保证 以后你想干什么 我都陪着你 好不好 我要吃火锅 好 回家吃 不行 我 我会胖呢 胖了就更没有人喜欢我了 你一点都不胖 咱们得给其他女生留条活路 好吗 你别骂了 你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不糟糕我 还让我自所多情这么久 你给我看清楚我是谁 不糟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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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骂我了 不行 你别骂我了 不许哭了 为了这么点破事至于吗 丢不丢人 你这是怎么那么冷血 我都这么难过了 你还在旁边说风凉话 能不能把嘴闭上 不能 我就是没人性 我最不怕的就是女生哭了 你别以为你哭了我就 对 我还是在做好事情 能不能把事 但是我还能和你 承诺 因为一样 承诺 你也没方的 你不会有心四个事 现在放这些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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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啊 青春 今晚我临时有点急事 只能改天请你吃饭赔罪了 昨天晚上谢谢你接我回来 早上就别喝可乐了 回来吃点东西吧 你不吃吗 我吃过了 今天允许你倒休 不对啊 素质念 你今天有点古怪 是不是我爸出什么事了 你爸没事 你那天不是刚去探望过吗 也对 难道 你要拖欠华藤的下笔款 不是 行 说吧 你又想出了什么折磨我的心招 原来工作使你快乐 很好 你忘了吗 今天要开会讨论青湖策划案的修改 我可是准备了很久的 下刀子我也不会缺席 那宋总最好快点吃 别让一根油条刺破你的失业心 大家好 我是苏之念 您好 请问您和宋青春的不正当关系 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吗 宋孟华是否知道你和宋青春的这种关系 请问苏总入资华堂 是否是一桩浅色交易 经董事会 一致决定 再次宣布 我将正式子 我和苏之念先生 是正当情侣关系 我将正式子 我和苏之念先生 老师是被人指使的 在湖边 速来 我们就逃避 你之前让我找到的照片有结果了 我还原来当时部分的监控 你看这里 分明就是有人故意想要 都怪你 把我拍成这傻样 你嫌弃的话可以给我 照片的事情 照片的事情 已经查清楚了 都是李大铭搞得过来 对不起啊 你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 而且 真正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你过生日的那天 是我第一次喝酒 也是唯一一次 其实我的酒量很差 也就两三杯的量 从那次以后 我发誓再也不喝酒了 离开江里 离开宋青春 你是能让李达民返口 还是你会告诉青春 我赌你都不是 所以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向你说的 辞职离开江里 我现在就告诉你 凭什么 苏职质倩你疯了 我答应你 皮质意志缺陷 可以通过脑电波共振 获取他人的意识 就是一般人口中说的超能力 郭神经 要去哪儿啊 你跟踪我 体难哥 前车 早上大半天再出去了 你玩 体难哥收音 我先前车 师傅 我还没上车呢 送青春 送青春 收音哥 有小车什么转门的鸡 我摔到你回家了 2014年的七月一日 是我和你的第一次想 你的出现 让我的生活 增加了很多的新鲜感 也让我更期待明天 宋青春 我喜欢你 已经很久很久了 你不注意 我喜欢我的生活 苏先生 以后 你可以就要在我眼皮底下过日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